世界各国,特别是正经历战火的国家无不把激发青少年的国防意识作为强化国民教育的重要环节,就在伊德利普攻坚战开打之际, 9月初,阿宁雪里亚这王军人的后代,进入俄罗斯胜利德堡苏沃洛夫少年军校就读,俄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科夫亲自出席他们的入学仪式,并为其安排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在俄罗斯两国看来,这一安排是两国战斗友谊的重要体验,尤其是像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可塑性很强,对从小当兵习武有浓厚的兴趣,加之接受能力快,所以很容易接受各种军事技能。 从而把这种鲜血名称,得有意继续发扬光大,这些叙利亚孩子,每人都有一部可歌可信的家国历史。 像新生达尔杜尔加姆的父亲是共和国卫队军官,2013年到2014年在东部戴尔祖尔与伊斯兰国血战,而他的老上级就是由德鲁兹雄师,指称的名叫扎赫丁,在保卫戴尔祖尔空军基地摆为至高点公墓山子战斗中,面对蜂拥而至的武装分子。 杜尔加姆的父亲身边只剩下几名伤员,无法大范围激动,于是他保定逼死至心,一边端起机枪扫射,一边通过无线电上暴敌情,呼叫炮兵这段敌军进攻路线,打击敌军第二梯队,战斗中,老杜尔加姆手里的机枪卡壳了,于是他扔掉机枪,用手铃鱼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据幸存的战友介绍,正是老杜尔加姆的努力,阵地赢得了宝贵,十分钟喘息,后方炮火压制住武装的子进攻后,另一队员兵从敌群里抢回了英雄的遗体。 而另一位先生哈迪茨伊萨的父亲,则是一名炮兵军官,在保卫巴尔米拉的一次战斗中,因为有军无预警的撤退,导致他所在的炮连侧翼暴露, 面对数以百计的伊斯兰国分子的集团冲锋,老伊法带领去74名战士,用三门D30A榴弹炮实施评射,机会低数量坦克和皮卡,无奈没有有零部队配合。 最终他已身殉职,为了后代这些的一英雄之后,阿萨的政权从2016年,就开始与俄罗斯协商,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境外学习深造。 这次发明孩子入学,标志着这一跨国跨戴近的合作项目买出关键一步,据悉,俄少年军校不像其他中国人,熟知的普通国际学校,这里即便是皇亲贵政入校,也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 特别是军校的心理学家,会以最快速度,让先生摆脱孩子气,实现到军人的转变。 据悉,圣彼得包的苏莫洛夫,军校,就是在1943年,被纳粹北军为宫中创办的,负责安置,教育和培养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苏联军人,游击队员,当站工作人员,工人和集体棱砖庄园的营花,战后成为培养青少年,升入高等军事院校,学习和培养武装力量初级军工的中等专业军事学校。 正因为一开始就遇到残酷战争环境,因此校规校风,也以言格乃至严厉著称,据报道,苏莫洛夫少年军校,学制三年,配有经验丰富的教员,有良好的教学设备,设有技术兵器专修室,图书馆,体育馆等,学员在校住宿,以日生活局势化,实行局势化管理,学员的全部生活费用由国家攻击, 入学后这特制军装,从入学教育开始,就让他们牢记命令和纪律这两个重要信条,其目的是培养学员的吃苦精神,同时强健他们的筋骨,增强他们的意志,实际尽快成为坚强的合格军人。 第二次车臣战争中指挥是万俄军消灭车臣匪徒的塔塞财富上将,就是圣彼得马尔少年军校的骄傲,可以说,巴林雪莉亚英雄遗孤,将在这里开始属于自己的战斗。 感谢观看